好欢迎每日一打 给大家臭宝养你 第二臭宝说你看我这花咋的呢 拿出去晒在太阳 不用管它 明白了吗 不用过分的去管它 它自己就能长好了 关心则乱 这是最现实的一个 你就拿出去真的不用管 就一年到头你都不用管 我说的温度你一定要在5度以上 5度以下还是有冻死的风险 就如果光照好的时候 你就搬出去就行了 有话说为啥 你看它这个盆土 有的话有养花是咋的呢 它没事就浇点水 它没事就失点肥 不好 植物你要放着它 有一段时间自己去生长 明白了吗 你别总是给它一些个压力 下个周宝 老花一这个花咋回事 这花也缺光水大 通风也差 花有没 你能不能摸摸那个盆土 不干咱不浇水 能吗行吗求你们了 这个也可以适当的给一点点肥料 就是水大 下个周宝说富贵子咋的呢 水大也是有点水大 你正常给足光照 不用管它行吗 摸摸盆土 不干不浇 行吗 这个这连续 连续这么三个人了 这个花呀 不用你管行吗 你买来你就只需要看就行了 你就不是养花的 咱说实话 很多的花 你放那不管一两月 一点事都没有 甚至说一两年都能活好好的 就是你关心则乱 有话我非想管管它 你非想管管它 你又买点那种长效的缓施肥撒上 它让一百天肥要去 你就一百天傻一点 其他的你就摸摸盆土 不干你就不浇 你啥都不用管 下个臭包 就这样 西尔兰就这样 本来就这样 这不长挺好的吗 你已经打败了拍全国百分之九十的花园 有的花园老孩子怎么养好的 你嫁接的这个 你想要养好 你开完花之后记得剪一剪 适当的剪短一点 别让它那么长 你对它来说是好事 如果说你不管也行 十年八年也死不了 但是呢时间长了 它下面这个就供不上来 因为这叫啃老猪 明白了吗 你说你拉扯到三十可以 你再拉扯岁数大 你拉扯到六十 你都八九十了 你还拉扯得动吗 就下边的这个根就像八九十人的一样了 它上面时间很长了就供不动了 懂吗 下个肉宝咋回事 采买的月季叶子咋的了 这个叫黑斑病啊 也是病菌类的得打药 要用什么呢 要用恶眉灵灌根 上面还要打小黄二号 就老花一有的这些杀菌药都可以拌它 但是要打药 别的也没啥 觉得不错记得点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养花支持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人也白了臭包 嘿嘿 嘿嘿 嘿嘿